市面上有一本书 从1989年发行至今 全球销量已超过一亿册 仅次于《圣经》列为世界第二的畅销书籍 这本书被复笔式杂志评选为 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管理书籍之一 日本President杂志评选最有用的书籍第一名 又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25本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商业书籍之一 这本书叫做 《世界第一名》 《七个习惯》 《七个习惯》这本书的全名叫 与成功有约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作者是蒂芬科维 是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及演说家 曾被《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 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管理顾问之一 在美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名人 《七个习惯》便是他的成名之作 这本书之所以能如此畅销且具影响力 主要是它跟大部分成功学的著作很不一样 作者曾经花了25年的时间 研读美国所有关于成功学的书籍 发现这类的书 大部分是以渲染力强的激励文章 或是以攻略指南的方式来教导读者 这种教导也许在短时间能带来一些成效 然而应用在人生各阶段或各层面上 无法真正获取长久的成功 这好比上驾训班学开车 教练会教你一套考取驾照的必胜攻略 这足以让人在应对考试上游刃有余 不过考到驾照 实际上路后就会发现所面对到的状况 并不适用教练教导的攻略来操作 七个习惯的不同就在于 作者注重人格培养的教导 必须养成拥有成功的内在思维 这样才能获取长期持续 且全面性的人生成功 简单来说就是 事业要成功 做人要成功 家庭要成功 身边的人也跟着成功 并且成功之后 还要不断成功 说到这 若是排斥成功神学的小伙伴 请先耐着性子 以下的分享会让你 对于成功有一个新的定义 作者柯维在书中开头提到 成功绝对不是赚很多的钱 而是要全方位的成功 不仅赚到钱 还要有社会地位 要有健康的身心 良好的人际关系 更要拥有智慧 以上缺一不可 才叫成功的人生 倘若你赚了很多钱 却失去健康 这不算成功 倘若你拥有社会地位 却令人厌恶 这也不算成功 倘若你在外面风生水起 却是家庭失和 这更不是成功 所以这本书取名叫七个习惯 就是要帮助你养成一个全面成功的品格 它并不是一种攻略技巧的成功学 而是一个使你从本质上成为成功的人的书 在讲解内容前 是想一下 你周遭有没有这样的人 当他在某个领域不成功时 常会把自己的不顺与不幸 怪罪在别人的问题上 或认为是环境所造成的 自己赚不到钱 会说因为大环境不好 国家政策有问题 工作发展不顺 就说是上司无能 老板没用 甚至觉得自己穷 都因为家里没钱 出声卑微 当一个人产生这种想法时 代表这人已经过度依赖于环境与他人 换言之 这种想法 总认为环境要为你准备好了 才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然而事实上 环境从不会因为你想成功而变好 而是当你具备成功的特质 才能克服环境 在书中所提到的习惯 正是成功者要具备的特质 这七个习惯包含 一 主动积极 二 以中为始 三 要是第一 四 双赢思维 五 支笔结己 六 统合宗效 七 不断更新 以上前三项习惯 可以实践个人的成功 四五六项习惯 则是与周边的人集体成功 当达成前六项时 再借由第七项习惯 来实践成功循环 意思就是不断经历成功与进步 因此这七个习惯是缺一不可 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这七个习惯 以及看看圣经怎么说 习惯一 积极主动 第一项习惯 指的不仅是拥有正面向上的心态 其中也包含 不把自己的不成功不顺利 归咎于他人或环境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不抱怨 圣经教导神爱子 遇到问题时 要先学会勒住自己的舌头 因为当有不好的情绪来临时 容易不自觉地说出 负面且非真理的话语 一不小心就给魔鬼留地步 使得问题往更糟的方向进展 正如同真言所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你不曾看见一个嘴里 喊着完蛋的人 能让事情往好的方向进展 但你一定见过一个 处于低谷的人 用正面积极的话来鼓励自己 让自己更坚强地面对困境 当下说不出正面的话 没关系 但至少选择静默 不要作声 因为抱怨从来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也没有任何意义 作者强调 要学习控制自己的言语 不要说出负面的怨言 不要把注意力 放在我们不能改变的事情上 倒要把焦点集中在自己 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比方说 假如你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这本身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所以这不是你该苦恼的问题 或者因为公司错误的策略 导致你工作出现问题 此时抱怨老板无能 都是没有用的 再假设你是个企业主 领导者或是孩子的家长 你的反应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你有责任把他人的感受 也考量进去 因此在做决策或是解决问题时 就更不能以抱怨的态度来面对 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事 依照现况环境 做出自己能调整的应对方针 这种心态及做法就是积极主动 在圣经当中 上帝向神爱子锁定的旨意是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事谢恩 正是在教导我们 在任何世上保持乐观与感恩的心态 并藉由祷告 让上帝成为我们抒发心情及压力的管道 从中获取从神来的安慰及力量 使神爱子们持续保有积极正面的心态 习惯二 以终为始 拥有了积极主动的心态后 第二步就是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一个目标 并且目标要越明确越好 那么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 你可以设想一下 在自己的葬礼上会有谁来参加 你的家人亲戚 同事好友 哪几位是你希望他会来悼念你的 把他具体地想象出来 并且想象他们在葬礼上 一一轮流上台至悼念此时 你希望他们怎么评价你这个人 你希望他们怀念你什么 是怀念你的房子 你曾经拥有的财富 还是怀念你在他们身边的美好时光 又或是怀念你对他们有着某种重大的意义呢 这些你所看中的人对你悼念的评价 说明了你期待他们对你最后留着怎样的印象 这就是你的人生目标 也就是说你对人生终点的想象会很大程度决定你的人生方向 到此你可先按暂停思考一下前面的问题后再继续往下听 当你有了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之后 接下来就要以这个目标制定自己的人生原则 圣经真言提到 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 这段经文用在这里可以解释为 人若是没有看见目标 就会没有原则 人生会走向混乱 而有了目标 并且按原则行事的人 则是能蒙受祝福的 在设定人生目标时 并没有限定 一定要达到某种成就或是地位才叫成功 通常较常见的人生目标像是 以配偶为中心的人生 就是为了另一半而活的目标 或是以家庭为中心的人生 为了孩子与后代而活的目标 当然还有以金钱为中心的人生 只要赚钱 其他都是次要的 还有像是以名利成就为中心 以物质享乐为中心 或以赢过别人为中心 然而作者在此强调 弱势以任何一项为人生目标 其实都是不正确的 因为当中的每一项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弱势以其中一项为中心 而顾及不到其他部分 这样的人生不代表成功 真正的成功人生 必须达到全面性的成功 换句话说 家庭 爱情 金钱 享乐 或是某领域的成就 都是人生成功必要的 弱势单一投入在某部分 而牺牲掉另一项作为换取的代价 例如为了金钱牺牲健康 为了事业牺牲娱乐 为了名利牺牲家庭 这些通过牺牲而获得的成功 其实都是失败 因为真成功的定义 是在人生的每个身份与角色当中 都能体现出活着的价值 生命不是一场征镜 而是一场体验的过程 并不是夺取某部分 却牺牲其余的 而是在每个生命环节中 都能好好体会当中的美好 正如圣经所说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人生在世的目的 是来获取上帝早已预备 要给神爱子们 来到这世上该得到的奖赏 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才能获取生命全备的美好 既然如此 我们有这么多身份及领域 需要去完善 既要赚钱又要娱乐 事业要有成 还要顾好家庭 该怎么完成 这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呢 这就要谈到第三项习惯 习惯三 要是第一 在设定好人生目标 以及制定原则之后 会发现我们要完成的事情 还真不少 甚至无法每一项 都做到尽善尽美 因此就要把每件事 依照它的紧急性 及重要性 安排事情的优先顺序 这就是所谓的要是第一 首先将事情分类成四个项线 分别是 一 紧急且重要 二 重要不紧急 三 紧急不重要 四 不紧急也不重要 将事情分类好后 最优先处理 当然是紧急且重要的事 接着第二顺位 才是关键 应当先处理 重要但不紧急的事 这里作者提到 紧急的事 虽然有急迫性 但是相对重要的是 更为重要 比如说突然来的一封短信 虽然及时 但在你专注进行工作的情况下 就不是这么的重要 可以安排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 再做回复 又比方 假如你期望成为一位出色的钢琴师 虽然没有立即的急迫性 但每一次的练习 就会比追完眼前的偶像剧更为重要 在此作者提醒 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所以当我们把重要的事情完成之后 其余不重要的事 就应该做一些取舍 有些部分选择不去处理 也是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 这就是书中所说的 要事第一 甚至有时重要的是 太多做不完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呢 作者建议 将一些事情委托给专业处理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比如说打扫清洁 对家庭来说相当重要 我们就可以衡量 委托清洁人员来处理 并且信任地交给专业来做 不让这件事占据自己的时间级 心力 所谓重要的是 也许它仅占据了 你人生所有事情的百分之二十 然而坚持选择要是第一 它却能带给你整个人生 朝向全辈成功 有显著的果效 那么对于神爱子来说 什么是重要的事情呢 圣经真言说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它 它必指引你的路 这当中说到 要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你的天赋 因此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 就该把一切属神的事摆在第一位 神也会因为你的摆上 必定会指引一条专属于你的道路 在路加福音中提到 人在最小的事上中心 在大事上也中心 有时重要的是 不一定是一件大事情 甚至常常会是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上 例如关心一个不是这么熟悉的人 或是坚守每一天独自亲近神的时间 又或是超商少算几块钱 需要你主动向收音员告知时 这些不起眼的小事 在神的眼中 都可能会是他看你人生中 最重要的几件事 为了上帝而坚守他在乎的事 对于神爱子来说 就是一生最重要的事 以上这三点习惯 弱势已经开始实践 代表你可以成为一个个人成功者了 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 让周围的人都跟你一起成功起来 在此称之为集体成功 作者提到实践集体成功 是相当重要的概念 要让周边的人因你而获得成功 并且不是意识的 而是要长期加上持续性的成功 这就是作者所强调的真正的成功 也可以成为实现幸福的人生 融合以上三点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 不要说出抱怨及非真理的话 把注意力集中在 自己能调整改变的事情上面 接着设定一个明确以上帝为中心的人生目标 为这个人生目标制定自己的原则 并将所要做的事列出来 再为这些事情设定优先次序 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 若掌握了以上三点 并且养成为自己的人生习惯 代表你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个人成功者了 接下来就要进到下一个阶段 让周围的人因你一起成功起来 习惯四 双赢思维 从第四个习惯开始 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你开始会考虑到身边人的问题 与人交往互动时 你总要让自己的心思保持双赢思维 通常与人相处会有四种结果 其中包含 双赢 你赢我赔 我赢你赔 以及双赔 说到双赔 虽说是一件没有任何好处的结果 在现实中却是时常发生 比方说双方争执下所造成的伤害 较极端的例子如打架 打输的进病房 打赢的进牢房 又或是国家之间的战争 无论哪一方都会造成巨大损失 这都是双赔的局面 所以要尽可能避免 让状况形成这种局面 再者通常在竞争下的相处 会形成单方面赢 另一方面赔的局面 例如比赛或是同侪间的较劲 由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属于竞争体制 总会比较高低胜负 所以很难出现双赢 大众也就渐渐忘记了 有双赢的可能性 这种体制下容易造成与人接触时 常会抱有 我赢你赔这种心态 结果造成双方的对立形式 也无法达成真正的合作关系 本书提到 若想要达成双赢 首先要放弃竞争思维的方式 并且为自己设想的同时 也要为对方设想 这就像是上一集提到的观念 人生在各方面都要成功 才算得上真正的成功 不能牺牲某一项来换取其他项目的成功 比如牺牲家庭换取事业 或是牺牲健康换取娱乐 这都不算成功 而双赢思维也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 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 作为自己成功的代价 一项好的相互合作关系 要所有人都要获益 若有一方吃亏 就不是好的关系 情侣间的恋爱与婚姻 朋友间的相处与协助也是一样 若处于只有单方面受益的关系 不能算是成功的社会关系 圣经上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经文当中心存谦卑的意思 不仅仅是对人在态度上的 温和与谦让 更是按神的心意形式 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 谦卑更是一种顺从神引导的表现 因而神说 要以耶稣的心为心 主耶稣做了完美的榜样 他为人舍弃了自己的权利和荣耀 甘愿成为仆人 为了使人得益处 甚至舍命上十字架 于是人的灵魂得救 而天上恢复了权柄 这便是上帝最完美的双赢智慧 学习顾念别人 如同主顾念我们一样 当你这么做 神会在暗中观察 并且必然报答 圣经上说 上帝会用报答的方式回应你 因为一方面 你是为了爱他的缘故 而做出的表达 这会令神感动 另一方面 当你去顾念了别人 等同神所爱的孩子 受到了重视与照顾 第三方面 你这么做不仅荣耀了神 同时也能领受神亲自对你的回应 这种属神的思维 更是缔造 上帝 自己以及他人的三迎局面 有了这样的思维观念之后 就来到第五个习惯 习惯五 知彼解己 这句话意思就是 你要彻底地了解对方 同时要让对方彻底了解你 以往在和别人交往时 大部分人 通常都是以自己的角度 去理解对方 所以很难全面了解 对方真正用意 甚至还有可能是 完全弄错了对方的意思 本书在此特别提出了三千万 千万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 去衡量对方的看法 千万不要任意评论对方的问题 千万不要立刻给出自己的建议 因为双赢是要建立在信任之上 而双方的信任 需要长时间积累及磨合 才能逐渐建立起来 因此立刻给对方提出建议 或是按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对方 这么做 对于双方的信任 事实上是有害的 这就好比患者去看医生 医生在还没完全理解患者的病症 没做检查的情况下 就直接断定并开处方药 同样会造成患者的疑虑及担忧 耶稣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这经文提醒神爱子们 不要随意评断别人的优缺点 也不要用自己的砝码去衡量对方 不要随意向对方给出自认为善意的建议 以避免造成曲解对方的失礼 甚至成为对方疏远的理由 因此要想获得对方的信任 就必须花时间去倾听对方说话 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对方的处境 接着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用你的语言说出对方的感受 这可以让你与对方产生共情 作者强调 建立信任并不是通过逻辑来打动对方 而是通过共情 圣经上说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这便是学习与他人共情的方式 知笔解己这个习惯 要大量拥在身边的人身上 特别是你越看重的人 比方夫妻 家人 同事 朋友之间 都是要多倾听少评论 做到与身边的人产生共情 做到了就可以来到第六个习惯 习惯六 统合宗校 简单来说 就是让一加一大于二 团队合作中 要将所有参与者在合作中的期望 全部整合并拟出一个各方面 都认为合理的方案 这部分需要做到高度重视 并且想方设法解决每个人的需要 这么做能够提高彼此的信任度 从而增加团队合作的默契 那么要如何在团队中 实践统合宗校呢 作者提出了求同存异 跟取长补短这两个观念 这就好比男女之间的差异 只有相互配合 才能生育后代 每个人的专长 情感 价值观都不相同 却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 互相弥补缺点 来达到共同的目的 所以要懂得与人合作 并学习信任他人 如此才能走出自我的安全区 与他人自在的互动 并且从中找到 与对方合作相互产生的价值 有人恭圣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圣经在传道书中 说到团队合作的优势极重要 而在新约中教导 神爱子们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 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并说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 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我们这许多人 在嫉妒里成为一身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这两节经文 可以明白天父的心意 建立团队不是用来争敬 也不是用来解党 团队合作是要团结一心 来完成共同的目标 因此不仅要顾及伙伴的需要 还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 并且互作肢体 相互配合 因为每个成员 都该有在团队中 最合适自己的位置 当一个团队的成员 能彼此信任 相互肯定时 发挥出来的团队效果 是倍数的增长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果效 因此平时可以练习观察他人的优点 适时地表达信任对方的专长 像这样微小的举动 能够开启你与大家集体成功的大门 与他人共同获取双赢机会 当你获取个人与集体上成功之后 就要来到最后一个习惯 习惯期不断更新 作者提到要持续性地反复成功 就要让自己在四个层面上不断更新 包含身体精神知识和社会关系 第一个层面身体的更新 就是人要维持健康及强健的体魄 节制的饮食 规律的作息 适度的运动 健康的输压管道 都是积极培养出良好的生活模式 第二个层面精神的更新 要看重心灵的清静与释放 可以透过与神连结 亲近大自然 这些都是很好的精神治愈的方式 第三个层面知识的更新 通过不断地学习心知 或精进某项技能 让自己尝试新的突破 第四个层面 社会关系的更新 多与外界交流 多交朋友 去涉略更多领域 让自己能自在地与人互动来往 在这四个层面 不断地更新自我 可以使你对待人生 保持热情与积极性 持续在生命各阶段 去享受新的成功 圣经提到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经文提到的心意更新 是一种更深层的意义 神爱子要不断地脱去 世界的价值观 并持续更新 属天的心思意念 好使我们进到 上帝美善的旨意中 培养以上七种习惯 并且带入属天的真理 便可使上帝 介入我们生活中的 每个层面及领域当中 让神爱子们 能享受基督 胜了又胜的 得胜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起 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予我们生命和意志 通过今天学习到的七个习惯 让我们与主更亲近 在世上享受神所赐下的 全备丰盛 借着今天这个祷告 将这七个习惯 带到主的面前 求主自我能力和智慧 去实践他们 求神帮助我拥有一颗 积极主动的心 不再说出抱怨及丧气的话 单单相信神的恩典 使我克服一切困难 求主引导我明确的人生目标 使我成就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在凡事都以基督的心为心 并在小事上中心 看中上帝心意为最重要的事 追求和神心意的生命 用生活来实践神国度 求主赐我谦卑的心 让我能有效地与他人合作和沟通 建立和谐的关系 时刻提醒我 尊重他人的价值和差异 并以基督的爱去与人相处 学习多倾听 少评断 与他人产生共情 时常看见别人的优点 并且适时地肯定对方的专长 让团队因彼此信任 与相互理解 来实现大于二的双赢模式 求神帮助我热爱生命 通过持续学习和成长 来精进自己 并求神每天更新我的心思意念 使我有足够能力 坚守真理和信仰 使我人生各阶段及领域 都能享受从你而来的成功及丰盛 一生拥有基督得胜的生命 感谢父神垂听孩子的祷告 你是配的一切送赞与荣耀 奉耶稣基督之名祷告 阿们 好了 今天的听读 若有使你跟神的关系更靠近 欢迎加入 Shalom读经列车 每日在线上一起读圣经 连结放在影片说明栏位 神儿女们下期见 Shalom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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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